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总统大选最新局势 郭台铭跟副手赖佩霞 昨天申请登记为被联署人 正式加入总统大选的战局 那绿营赖清德呢 是更积极加强陆战 铁人行程南北奔波 一天至少五场行程起跳 那昨天呢 是在台北市 连续参拜四届庙 虽然民调为时第一 但是选情顺习万变 侯友宜上升到第二了 柯文哲民调落居第三 柯妈说不相信了 不过柯文哲频频出招 新竹老家顶楼的违建 前天自行故宫拆除 那柯文哲说呢 该拆就拆 现在就看对方的 指的就是赖清德万里老家 但是呢 比法规还要早存在的采矿工僚 算违建吗 需要拆吗 求回到新北市府 要不要变更地幕 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 人在美国 他说在找工作 如果失业来美国打工 卖汉堡好了 好像已经忘掉自己是市长 忘了跟新北市民的承诺 还说呢 来美国就是要为了要让 这个中美关系深化 侯友宜是代表中国吗 出发美国闹了什么样的笑话 另外新竹市长高宏安 争议不断 跟建商的关系 让人瞬目结舌 绿营议会党团 上午召开记者会 揭露市府万胜节活动的 德标厂商 李奥公司 他的营业登记地址 跟一家建筑公司相同 那负责人呢 正好是主导 水源土地重化案 利益超过百亿 党团今天到新竹地检署告发 还有新竹的特产节活动 主要是要推广 供玩米粉 没想到呢 米粉工会没参加 反而是不动产 仲介工会领衔 摆这个摊位呢 摆第一 那到底是特产节 还是房产节呢 高宏安跟建商关系 紧密到什么程度 新竹市的各领域 大大小小各种事物 建商都要插旗染指吗 那高宏安上周五 鞠躬道歉 并责称市府 所有的首长 不得在未报备的情况下 跟李先生接触 就被炮轰逻辑错乱 应该约束李中庭才对呀 那高宏安后来才说 有严令约束男友啦 高宏安又自以为聪明 想呼隆外界吗 现在阵风检调 有没有在调查 传出副市长 由民众党市议员李国璋接任 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 宣布要选新竹市立委 这当中牵涉到 什么样的政治布局 最新局势发展 在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淑培 中江哥好 大家好 再是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资人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二代二 还有着民进党新竹市议员 陈建民 中江哥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 桃圆市议员黄敬平 中江大家平安 再是资人媒体员邱明宇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赖清德的铁人行程 在漫长动算宣下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先后赴北市松山区 慈又公与凤天公参拜 并拉台立委参选人旭淑华 冰环的家庭出事团 但是他来到台北 休息 打拼 一路都很辛苦 但是他一定都没放弃 他电动对人很温暖 他车的时候 他也新清助学贷款 为了要生化 温暖去 不过炸鸡 鸡排妹 另外一个鸡排妹 就像动算议员和这种鸡 渐渐厚厚 13人左右 都在菜市里 在拜大 拜国的大 在那里面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这里 大战许之华 不但为人专业服务周到 而且带人温暖 是立委好人才 下一站则是拉台 中山北中山立委参选人 谢佩芬 谢佩芬 是很可怕的赛路 他第一份工作 派立丁韩国 代表图瓦鲁共和国 在那里面 比赛的工作 秋秋的年纪 就有国质外交的经验 我是吉台 我们大家跟台北做 第二个消美情 消美情 在美国 对台湾的外交工作 做得好吗 好 做得好吗 好 做得很大 说得很大 消美情 我们就要在台北 第二个消美情 第三个消美情 对不对 对 我们在台北 谢佩芬 短短几句话 出现四次消美情的名字 不知是否在铺陈 赖消佩的 显外之音 好 我们看到赖清德铁人行程 一个早上 连跑四间公庙 没有因为民调领先 就躺着选 那事实上呢 绿营挑战依然很大 最近来迎是猛打蛋的议题 那郭台铭跟赖佩霞 昨天去登记了 要联署了 侯有余则是 目前正在美国访问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 柯文哲的老家为鉴 前天自行拆除 所以现在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局势呢 先调名誉 赖清德民调第一 然后呢 现在发现 原来柯文哲已经调到第三了 然后柯妈妈说不相信 我们先来看 让柯妈妈不相信的民调 是哪一份 这个是ET2DAY 做的最新的民调 如果是细卡都的话 赖清德是35.1 遥遥领先侯有余的24.8 那柯文哲呢 是落居20 那郭台铭是12.9 看起来有严重被边缘化的 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撒卡都的话呢 赖清德同样是36.5 也是遥遥领先 那侯友宜是29.5 柯文哲是22.9 对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不管是撒卡都 还是四卡都 这个看起来 柯文哲的落居第三 所以柯妈妈看到这个民调 就近乎说 这哪有可能啦 他不敢相信 好 那说实在的 柯妈妈不敢相信 我认为他是不敢相信 是说为什么柯文哲 会跑到第三去 那侯友宜到底做了什么 那所以他这个柯妈妈 看起来心有不甘 就讲说 你看你看 我们家的违建都拆了 他自行拆除 那你赖清德老家有拆除吗 好啦 柯妈妈跟你解释一下 赖清德老家到底要不要拆除 现在看起来是新北市府的问题 因为经济府已经认定 赖清德在万里的那个老家 是非矿业用地 就不是不是那个开矿的啦 因为人家就已经取消 那个采矿权 所以现在看起来 要回到新北市政府 你要来认定 那个地方的那个地幕 到底土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边地 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矿业用地 你可能要解边 或者变更什么样的地幕 那已经回归到地方政府了 没错啦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所以讲给柯妈妈听 现在是回归到新北市政府 那如果新北市政府 你一直不去做认定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讲 不好意思 真的是新北市政府的一个怠惰 行政怠惰嘛 那新北市政府 为什么行政怠惰呢 因为就是侯友宜 现在干什么 侯友宜跑到美国去参访 人在美国啦 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侯友宜 你现在是新北市长吧 那你去美国访问 你有请假吗 这可能要问一下新北市议员 那问题是 你还是去美国啪啪噪吗 那所以行政 请假是小事啦 重点是 是不是忘了自己是新北市长 对 很多的事情 我就觉得他要提醒他 不好意思 侯友宜 你还是新北市长的身份 那我们来看 他不管是新北市长 或是 你现在是总统候选人 我就觉得不解 为什么他到美一站 新北市 就是他去那个美国参访的每一站 基本上都会闹笑话 我很想问一下侯友宜的幕僚 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先来看 当然这个所有的行程 都是有精心安排过的 所以他第一站 就先去 他去安排他去一个 这个我们的台桥 在那边开的一个汉堡店 那这汉堡店 他就看到了一个 我们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朋友 他就直接 人家跟他合照 然后他就直接问 这个墨西哥的朋友 就说 你是新北市民 还是你是原住民 所以当场就看起来三条线 就非常非常的尴尬 所以老板跟他解释说 他是一个墨西哥的朋友 好那这个笑话还是小事 重点 他竟然跟那个老板讲 因为那老板就说 他想要再过六年 打拼一下就退休了 他就露出一副 很羡慕的神经 说 你这个三十几岁就要退休了 不像 不像我 这拍名 六十几岁还要找工作 他这句话出来 全部人都三条线 拜托 第一个 你说 你说你现在是新北市长 对不对 现任市长 对 怎么在找工作呢 你说你要去找工作 那找工作 看起来是找总统的工作 问题是大家叫你去找的吗 不是嘛 是你自己要去挑战总统大位的嘛 我觉得你这个话 人家怎么会听得下去呢 再来不要忘记 你不用找工作 你现在还是新北市长好吗 你还要去 就是去那个美国 去卖汉堡 卖披萨 你觉得这会痛的吗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他的这个 每一站 这是闹笑话 那这个笑话还不仅于此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笑话 就是他有一站 去安排了这个 去拜会纽约市 纽约市的这个警察局局长 那他当然去讲那个历史 就说老罗斯福 就是美国的前总统 老罗斯福 曾经也当过纽约市的警察局局长 好 那你就背熟一点嘛 结果你看他讲什么呢 他一开始先讲说 所以老農夫 老罗斯福总统 你讲的老農夫 老農夫 老農夫 那就算了 第二个 他再讲一次的时候 就讲说 老罗斯福路总统的 我捏 老罗斯福总统 被你讲成老農夫 然后又变成老罗斯福 多一个路 我是觉得说 宏友宁 到底是有多不熟 你这个幕僚给你的谈餐 你就背熟一点 不然这真的是闹一个大笑话 你要讲的讲不出来 那第三个呢 我觉得是国民党 真的是要好好的检讨一下 他在这个桥宴的时候呢 他去讲 他讲说 讲得很慷慨激扬 他最后一句话是说 让孙中山先生的 民有民智民想 共同的价值 孕育在中华民国永远不变 乍听之下很顺 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变成民有民智民想 这我也没有搞错 我考试的时候不是都是 那个民族民权民生吗 什么时候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变成民有民智民想 民有民智民想 我记得是林肯吧 对啊 所以我就说 大家就开始说错吧 林肯当孙文 对 他就讲了 那你知道台下是做 那个罗森伯格 AIT的那个理事主席 因为还好 侯友宜是讲国语 讲中文 所以他所以那个 罗森伯格没有没有 没有 跟他也有及时的口译吧 那我觉得国民党很辛苦 国民党为了要帮侯友宜缓交 还特地去找 找到国父全集第三册 1921年的那个国父在演讲 11月演讲的时候呢 曾经有讲过三民主义 亦可以讲 民有民智民想 我觉得国民党很累 国民党还要帮他缓交 去找国父全集第三册出来 好那你要这样应邀也没关系 不要忘记朱立伦 其实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朱立伦也曾经把这个三民主义 长成民有民智民想 当时也被洪秀柱给吐槽 那所以呢 你现在要帮侯友宜缓交 你是不是也要吐槽 你们的这洪秀柱前主席 好 最后我还是要讲 就是说尽管如此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会觉得说侯友宜 这一趟行程 目前为止看起来没有亮点 那当时呢 大家也觉得说 你侯友宜不要出 不要出错就好 就没想到的 你这个整趟的方便行程 一站一站一站都出错 我不知道到底是 侯友宜自己的问题 还是侯友宜的幕僚的问题 让侯友宜这一次的 访美形成变成一个大笑话 是 侯友宜访美 的确真的是闹了笑话 那也让人觉得 是真的准备不足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正好 那我们也看到 柯文哲方面在前天 自行拆除自己 新竹老家的违建 这有拆弹成功吗 他是求丢回给 赖清德还是又丢回给 新北市府呢 那求是不是又回到 这个侯友宜必须要来处理 对 我先讲 柯妈妈昨天这个 周末拆了违建 拆他五楼的违建 对不对 我要跟大家讲 柯妈妈你猜错了 五楼是违建 没错 可是大家比较不能接受 是他防火象堵起来 这件事 对不对 我们之前是不是 一直都在讲 防火象 底楼违建 坦白讲 很多人都有这样做 我们在法感情上 也比较可以接受 那柯妈妈呢 这个家里呢 最大问题是防火象 用水泥墙 把它围起来 再加上铁丝网 加刀片 我还讲 成龙过来都翻不过去 对不对 很危险 所以柯妈妈猜错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讲赖清德的故居 不是老家 老家是还有回去 还有人在住 曾经住过 现在没有人住 叫做故居 对不对 讲赖清德故居的事情 这件事情太单纯 这件事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这个议题 只有两个问题 一个 防止本身 盖在那边 有没有违法 第二个议题 防止有没有 涨高涨判 那叫做违建 就这两个议题 房子本身 有没有违法呢 以新北市来说 70年2月15号 北部区域计划 实施之前 那个房子 只要债 就是合法 为什么 因为当时根本没有 划什么界限 哪些是国有土地 哪些是矿地 你根本不知道 房子比法规还早 房子比法规还早 早期 我要讲的是很早 因为赖清德现在都60岁了 赖清德小时候就住在这边 所以是60几年前 这个房子就有 而且赖清德还没出生之前 赖爸爸赖赏就出来这边 你再往前推 搞不好推到日据时代 都有可能 我坦白讲 那个时候根本连中华民国来台湾 都还没有 对不对 所以直到70年2月15号 有北部都区域计划 开始才会有所谓的 要合法的问题 房子最早最早 可以缩缘到民国60年 他就申请民牌了 所以这是在民国70年 宣布为矿业用地之前 就已经有的房子嘛 房子早于法规 对 所以依新北市政府 目前的法令 只要申请就自动合法 这第一件事 房子本身是合法的 对 第二件事 房子本身有没有加盖违建 98年6月25号以前 甲改叫做寄存违建 或是说不拆的违建 98年6月25号 甲改叫做新违建 急报急拆的违建 赖清的老家是92年征建 新北市政府也认定的哦 这东西现在是不拆的哦 你只要没有做变 做变东西不拆的哦 对 就不需要拆啦 对 跟客妈妈家是完全不一样哦 对 不同的 客妈妈家违建 那个顶楼是2015年才盖的哦 是新违建哦 是有报就要拆的哦 对 还有防火箱都是急报急拆的哦 对 所以其实不管是违建 还是房子本身是否合法 都是在法规之前的事情嘛 对 对不对 你后面的法规不能去认定 人家违法 所以我就跟他讲一个 不道德嘛 跟他讲一个最简单的嘛 新北市政府现在滴滴嘟嘟 是不是死不认证 如果违法隔天就认证了嘛 违法要拆 保证嘛 对 就新北市政府滴滴嘟嘟扯一大堆 还跟这个张景豪 对不对 我兄弟那边讲一讲 还笑张景豪不懂法令 你新北市政府有种就去拆啊 对不对 哪里违法嘛 哪里违法你讲出来嘛 对不对 我说新北市政府是一群租队友 我再讲一次 对不对 而且呢 那个时候当天报出违建的时候 新北市政府说法一日三变 对 上午的说法是确定违法 矿业法将依法开罚 对 下午说法说 哦 这个房子只要符合北区区域计划 70年2月15号之前 对 就可以依法申请合法 对 他说你来申请就可以认定违法啦 对 然后再补充 哦 这个违建的是98年以前的 你也没办法 所以新北市政府坦白讲 我在讲 那些小鼻子小眼睛的官员 如果有一丁点违法 早就去认证 早就去拆了嘛 对不对 好这一块 第二块侯友宜啦 侯友宜真的不能怪他啦 他就是记不得老罗斯福 你要怎么办 他讲老罗斯福不加个路 他就过不去嘛 因为印象中只有罗斯福路嘛 对啊 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条路 他的贫乏的知识含量里面 他可能只有在罗斯福路浅埋 然后去抓过犯人嘛 所以讲说老罗斯福不加个路 他会过不去嘛 所以他讲老罗斯福的时候 第一句讲老农夫 老农夫的时候他已经傻眼了 他改过来讲老罗斯福 第二次讲老罗斯福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压抑住新州那个渴望 加了个路 没办法 因为他去高雄都是抓坏人嘛 对不对 就是他的刑警魂 磕在他的这个 骨子里 离婚离太久了嘛 然后呢 去纽约 纽约有很多东西可以见 对不对 非得要去见一下NYPD 纽约警察局的局长 纽约最出名的警察局 是不是 就是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嘛 另外一块 三民主义我真的受不了 民有民智民想 对不对 就讲错 明明就民族民权民生 为什么我受不了 因为八年前朱立伦也讲过 刚刚明玉姐有讲过嘛 那刚刚国民党 明玉姐不是还说国民党有翻出三民主义 第几页第几章 国富全集第三册 谢谢 小弟我八年前就帮他写过新闻稿回应的 哦这样子哦 八年前朱立伦反美 也把三民主义讲成民有民智民想啊 哦 八年后同样说再发一次 这台词都一样哦 你可以说国富的三民主义是借记民有民智民想 我们跟美国有共同的民主的价值观共享 说得通 可是你不能把三民主义讲成民有民智民想嘛 朱立伦在同一个地方跌过 侯友宜又要再跌一次 而且朱立伦跌倒的时候 侯友宜是他副市长 这种东西也要传承 幕僚可能也是参考了这多年前的东西 在搬来给侯友宜用 搞不好 搞不好他去看以前朱立伦的讲稿 对不对 搬来给侯友宜照用 好那再来了 侯友宜前面我坦白讲都是小菜 去纽约什么的 大菜来了 到华盛顿 要去布鲁斯津研究所跟传统基金会 大基金会一左一右 要去发表演讲 现场要QA的 所以国民党有趣的事情是这样 侯友宜访美之前 所有国民党都期待 侯友宜访美民调一队跟赖基德要往上爬 他们是不是都这样讲 我看是很难 现在才短短纽约就闹这么多笑话 把老罗斯福叫成老农夫 三民主义搞混 墨西哥人问他是台北还新北人 他一脸雾水 对不对 所以说我这样讲好了 就说侯友宜 我是祝福他 可是到布鲁斯津研究所跟传统基金会 那些学者直接问的 还有未来有国务院的行程 还有跟参众议员的来会面的行程 那个是硬碰硬的 侯友宜的考验才刚开始 对的确 来金平宇 怎么看侯友宜这趟访美行程 可以让他的这个声势再加分吗 现在民调第二有可能再往上冲吗 以前在学三民主义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民族主义 民生主义 民权主义 这个是很清楚 就是要三民主义 但是在国父也自己也都讲过 还有包括三民主义里面也都延伸过 明有明知明想 就是当时孙文去参考西方 他们的一个民主法治的精神 所以去参考美国也是这样 所以你不管说朱立伦也好 或是侯友宜也罢 他们所讲的 根据的所谓的三民主义 他只是没有讲出来说 民族主义 民生主义 民权主义 就要拿这个笑侯友宜 我觉得对侯友宜来说 这只是其一啦 那那个老农夫呢 那不管是老农夫 或是老罗斯福路 那你可以说侯友宜 他讲这个方面 一方面口误 他一下子讲到老罗斯福 那为什么讲老罗斯福路 多讲了一个路或怎么样 因为去了美国 我相信他也没有像现在 为了总统大选 频繁的出访 那去了美国 他可能印象中在讲话的时候 人有时候讲话逻辑 他一下子就会把他讲出来 那口误无上的 大家知道他讲的是老罗斯福 那总不能忘了 这台北市是一条路 老外不知道知不知道 这个都不苛求这个侯友宜 那总不能忘了自己去市长吧 当然不会啊 怎么会说去 还去找工作 六十几岁还要找工作 他去请 他除了是请假出国 他跟老庆域其实都有请假 请假出国之外 然后他在那边 我觉得就是大家 在现场的场合 然后我觉得兵主尽欢 然后在那边吃东西 他这个讲一下 不管说是玩笑话 还是讲什么 他也没有忘记 他新北市长的这个身份啊 那我觉得要硬要拿这个 来见缝插针 鸡蛋里挑骨头 说六十几岁来 在找工作 你忘了你自己是身为新北市长 对得起新北市民吗 要这样讲没办事 就概括承受 那他也不是这样的一个 说法和心态 我意思说他也不是说 只是拿自己来开开玩笑 那邱明又要讲说 因为他台语讲说 你自己要选了 那你还怪别人或怎么样 那或许有些人会这样听的 会这样看 但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各自解读 因为这是在一个 比较轻松的场合 你看他们拿着东西在吃 讲起话来 那个脆臭肉丑了 就是这样 开开玩笑也好 就聊天啦 对啊就聊天 不要求啦 不要求那么多了啦 但是你要讲到说 新北市长出国了 新北市政府就行政怠惰 我觉得那也太夸张了 这个本来就是 不管是张议员所提出来的这个东西 或是刚刚郑昊兄所讲的 这个本来就是依照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规定 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的这个变更 是申请许可制 那如果他没有提出来的话 那你说什么新北市政府 你怎么不赶快去认定 多做一分 你就说变成这个 侯友宜的小冬场 在做侯友宜的打手 少做一分 你就让行政怠惰 那到底你要新北市政府怎么样 来苏培 现在新北市府到底是 打算一个怎么样的做法 好像也没有要并恩定目 那是求又回到赖清德身上吗 还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现在赖清德赖副总统讲的 非常清楚 新北市政府如果认为 他的老家是有问题的 那很简单 你如果认为他是违贱的话 你就来一个认定书 告诉大家他是违贱 他就应该要采除 那所依照的法律是什么 你就把它讲清楚 说明白 所以刚刚靖平讲的什么 税籍证明啊 什么门牌证明 我告诉你 新北市政府都有资料 新北市政府绝对都有资料 你如果觉得他有问题 你就认定他 你就把违贱的认定书 告诉他 包含他哪里是违贱 你把它花出来 另外那个地方 不是只有赖清德的老家 那边好多的民宅 都在那个地方 都跟赖清德的老家 故居同时存在 也都还有住人 所以你这样子一刀切下去 你不是只有去修理政治 处理了赖清德 你还处理了那边所有的民众 万里所有的民众 都住在那个地方 拖下水就对了 那不是 你不可以说他把它拖下水 你的说法就是这样 把大家都拖下水 我告诉你 那个房子都存在到比 他都是没有使用执照 没有建物登记啊 可能国民党还没有来台湾的时候 那些房子就在那里 在采矿了 对不对 然后我告诉你 没有这个东西 你竞平你这样讲都没有道理 我们都是议员 因为你没有办法说 你没有办法说追溯到一百年前 甚至说我们像台北 有多少的日制房子 真的是国民党存在以前 国民党来之前就有了啊 他们有没有使照 有没有建照 有没有登记 全部都没有啊 可是你有没有猜他 没有他是古迹 那我们有多少各县市的房子 还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现在说 那你也不能说后面的法规 是说人家违建 你要处理他 好没有问题 赖副总统说好 法律依据哪里 台北市 新北市政府法规来 拆除单来 我们就依法办理 不过你要讲出来嘛 你用这样子的方式 处理赖清德的时候 那边要全部一法适用 那你新北市政府的市长 现在在美国 连老罗斯福跟小农夫 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你现在让这件事情 变成政治操作 我觉得很不应该啦 如果能够像 如果你觉得他就是像 柯文哲他家一样 你就把认定书拿出来嘛 就是要拆 你要自己拆 还是我来拆 随便你 可是我的公文书就到了 但你现在公文书没有办法到嘛 所以现在才有这么多的问题 那你就不要再政治操作了 也不要再去拿什么很多的名词 什么税籍证明啊 拿出来啊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合法的依据 我告诉你 税籍证明绝对有嘛 那如果他没有你就处理他嘛 使用执照呢 这个 你70年你叫古 我就跟你说嘛 60几年要什么建物 有没有这些东西 他可以提出来 你国民党来台湾还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方式 你要找谁登记啊 你就不要再割到拆兜了 所以我要讲的 不要政治操作人家的故居 而且他旁边还有邻居 你现在是国民党 你要跟民进党竞争总统 跟这些居民无关啊 所以我觉得不要太过分 那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侯友宜的部分 我觉得侯友宜真的是蛮惨的啦 之前为了这个都没有新闻 本来想说出访美国 能够提升一下他的这个声量 学学赖清德 让他的民调可以回来 结果没想到一出去了 马上第一个新闻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说 他说他如果找不到工作 要去美国卖汉堡是谁推播 是蓝营的媒体耶 连蓝营的媒体都在取笑侯友宜 你就知道侯友宜这一次的出访 这个出师就不利嘛 刚开始这个出访那一天 郭台铭就给他宣布副手 赖配侠一宣布下去 没有人知道侯友宜那一天出国 结果现在去到美国 第一天推播蓝营的媒体 推播的居然是他 如果找不到工作 要去美国卖汉堡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连这么重要的出访 都没有办法把功课做好 这样子的总统候选人 怎么值得信赖呢 那柯文哲就不用讲了啦 柯文哲借由猜自己家里的 这个违建的时候 让妹妹顺利宣布来选这个立委 我觉得这就是家政制嘛 你现在还在要跟这个 这个 这个高宏安的这个干政 男朋友干政的事情 要做切割的事情 推出柯美郎来选立委 完全就是家政制的代表嘛 好 再来关系新竹市场高宏安 跟建商的关系密不可分 豪车豪宅跟建商有关 那问题是要怎么还人情呢 怎么还呢 跟土地开发跟标案 是有关系的吗 来建民远 早上你们有开记者会嘛 说明这个市府的万圣节的活动 得标厂商 李昊公司 它背后其实就是不是一家 大建商呢 我们看到 我刚刚简单画了个 这个关心图 之前有这个 巨市建设提供的名车接送 然后还提供了一个这个私储庭 是他现在的民政处长 来给他做使用 那另外有这个豪宅的部分 全商业试验群 有阿美阿满宜的这个 急着买豪宅 让他们可以廉价低价的 这个分租套房 赶快立即入住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 我们党团的议员 秉持着这个监督市政的这个职责 我们陆陆续续继续的 来看到这个高宏安跟李中廷 到底两个人 这个结构 跟新竹市这些建设公司 到底还有什么关系 你要知道 这个李奥整合行销 他在2023年 就是今年以前 他从2020 2021跟2022 三年都没有再接到标案 所以我们把这个标案列给大家看 这个是在台湾采购公报网里面的 这个记录 你看他从2025 2016 2017到2019 这段时间他都有接标案 但是2020到2023年时间没有标案 但是在高宏安上任之后呢 他就接到案子 而且连接两个案子 那妙妙在哪里呢 妙在你看哦 中江 以地缘关系来看 2015到2019这段时间 李奥整合行销所接的案子 大部分都是新竹县 只有一个是桃园市的案子 换言之 他过去即便曾经接到标案 也不是新竹市的标案 所以在高宏安上任之后 他就接到新竹市的标案 所以才让大家发现说 那你在选举的时候 在政治现金上面跟高宏安 又有往来的记录 那你们应该本来就认识嘛 结果当我们在进去爬梳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李奥整合行销 他的地址公司地址是在 新竹县竹北市水龙三街 175号二楼这个地方 这刚好跟我们刚刚所谈的 当代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这一家建商呢 代表人是周祝林的 也是在竹北市 然后水龙三街 175号二楼这个地方 两个登记地址是一样的 而且当代建筑呢 在新竹市推的暗量呢 其实还不算少 那在金国路一端那边 他有建案 但是在水源重画区这个地方 他比较受人瞩目 是因为他面积大 他是一个大的重画区 9公顷 10公顷 这么大的土地呢 他造出来的户数 一定是不少的 然后再来你看 你从当代建筑里面 再往下看的时候 发现什么呢 当代建筑我们讲说 当代建筑跟李奥整合行销 两个你就可以把它 视为一体来看 因为看起来这个行销公司呢 也是顺便帮建商做行销 所以你看这其他建商的案子 这个是我们讲的 李奥整合行销的公司 这个负责人叫做 曾玉民代表人是他 结果呢 曾玉民所po出来的脸书里面呢 下去下面留言的 就是前面陈建平所提到的 这个延逸奇 他是新竹市的 现任的城市行销处的处长 之前是民政处处长 那他是高宏安时代 就在市政府吗 不是哦 他是许民才时代留下来的人 等于是原来许民才 市政府时代的人哦 他竟然在下面就直接说 我要买实户 所以大家才发现说 原来这些人在地的关系 都肥浅嘛 为什么 因为许民才的儿子呢 他也靠到高宏安那边去了嘛 那再往下看 来 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是周祝林跟曾玉民 一个是当代建筑负责人 一个是李奥整合行销负责人 他们在相关活动的 动土活动的一些画面 然后呢 记者 有这几天有记者 到当地去的时候呢 在询问当地人才发现说 周祝林被传说 也跟宣明志之间互动往来 也很密切 所以听到宣明志 大家就发现一件事情了 哇 当代建筑跟高宏安之间 看起来是认识的 然后呢 这个李奥整合行销的曾玉民 跟高宏安应该也是认识的 那宣明志三个字 大家都知道 去年的宣拔在后面 大力支持高宏安嘛 然后你看到相关的土地重画 他们都在这边做 那让人家更生气的是什么呢 让人家更生气的是 这个案子除了谈到说 他从这个自办变成公办 又变回自办之外 他最让人家生气的是 你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 你要做重画区 对不对 然后或是你们建商 你们建商在这边要盖房子 建商在这边要盖房子 给人家封路 你知道当代建设这边盖房子 然后把水云里这边路封起来 可是仲将你要知道一件事 他所封的路 当代建筑所封的路 那边是国有地 只有一点点是你们自己建商 要盖的私有地 国有地也给人家赞 大部分是国有地 结果你给人家封起来了之后 你知道当时当地的住户 大家气翻了 赶快去找里长 然后赶快去找议员来处理 处理说你怎么可以把我们要 上下班的这个路给封起来 结果你知道当代建筑 当时给他们解释是什么 给他们解释说 我怕我们那个重机具掉下来 会砸到你们 但重机上等等 那个路是公有路 是你们自己要把重机具维持好 不要去破坏道路面 不要砸到人家 他自己应该要退缩 你怎么可以占到那个道路 重点讲到重点 是你建商自己要退缩 怎么可以拿说 我怕重机具砸到人 所以我把整个路都封起来了 那个路是国有地 那个路是人家通行的道路 就你因为这个理由 把人家封起来 所以你看这个情况 当然造就当地的民众 就非常的不满 然后这个状况 还说什么要封两年是不是 他那时候说要封两年的时间 所以那时候才有里长 有议员去协助去介入 去协调说 你这个怎么可以把路给封起来 那个都是我们住户要过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你看这种类似的行为 一定会引起当地的民众 非常大的不满 那更不用讲说 回到本质来看 我们讲的是这整件事情 这个自办土地重划 这件事情在林志坚这内 把它改成是由公办 但你改回自办了之后 你高宏安上任之后 你看你发了公文 然后这个在今年的三月份 你要让他改回自办重划的时候 那你就要注意一件事情 林志坚当时的理由是认为 自办重划的时候 你有很多基础建设 包括像什么污水下水道 这些没有处理好的 然后像有一些电力的东西 没有处理好的 那请问这个案子 如果要往下办的话 一个牵扯到九公顷 这么大面积的案子 如果你没有规划好的话 那请问这后面会不会出事情 这是第一个大家要问的问题 第二个大家当然会问一件事 那你高宏安在里面看起来 你跟这个当代建筑的负责人之间 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至少看到的是 里奥整合行销的负责人 他在选举期间跟你就是有互动过 那所以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在讲说 高宏安在整个案子里面 都让人家认为 你跟建商的关系 超乎大家的想象 为什么要质疑市政府 跟建设公司的关系密切 我们不断的在讲 市政府主管的 就是这些建设公司 土地开发也好 建筑行为 刚刚所提到我们 这阵子也讨论很多 这个建筑行为的事情 主管机关 跟建设公司利益 密切相关的 这些为要为人民把关的 就是市政府 所以你怎么可以都毫不避嫌 毫不隐晦的 在这些标案也好 网路上也好 让大家清楚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他们都 并不是 并不只有 并不只有 他们的关系 你是不是拿到那标案 都是小案子而已 只是个文化节而已 但重点是背后的土地开发的利益 比如说这家当代的建筑公司 它是不是有包含 新竹是什么样的 一个土地开发的 所以说有关系 已经够糟糕了 可是他们毫不隐晦的 在网路上 给大家看到这样子的关系 再来我们又发现 这一个刚刚我们说的 当代建筑的负责人周祝林 用他的名字去查找 找到了一个 刚刚讲的只是几百万的标案 刚刚讲的 或者是几十户的 上百户的建设 盖房子卖钱而已 我们找到了原来这个周祝林 他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这个很多公司 他是很多公司的代表人 还有一个身份是豪诚不动产经济 这个经济写错字 经济代表人 那这个豪诚不动产做什么事情 豪诚不动产 他是新竹市政府委托来进行 这个新竹市水源自办农村社区土地重划 这个案子 制止一定是破百亿 这个案子呢 这是个大案子 这个案子就很明确的 我们查找到了这些公开资料 就是由周祝林 协助先行筹做资金垫付之印 他们就是在负责到一个水源的案子 那这个案子据我所知 过去林志坚市长任内 因为都市开发的这个重新的讨论 其实是被暂缓的 那么林志坚市长任内 他也发布了一个讯息 这个在地方上建设公司 其实大家是田路人员的 为什么 他说因为有关市地重划政策 基于市地重划涉及公共利益 及社会公平正义 这个太大了嘛 这个利益太大了 而且这个是新竹市的土地要怎么使用 来符合这个城市的发展需求 所以是涉及公共利益及社会公平正义 所以当时候林志坚市长 在2015年的时候公布 说本府将主导公办市地重划 及区断征收 白话讲是什么 他不开放 在他任内 他宣誓他不开放新竹市的重划案 让民间置办 要由市政府来把关 公办 我们才能复合 我们才能确保说他的公共建设 他的回馈是符合公益的嘛 结果当时候我们这么努力的 希望新竹市的土地开发及利用 是符合这个城市发展的需求 高宏安一上任 就放任这些建设公司跟他友好 然后毫不假思索的 来满足这些建设公司的需求 三月的时候这个重划会就接到新竹市政府 在112年就是今年3月4号 地震处就发文给这个重划会 提醒他们可以来续办这些相关的重划作业 本来是被暂缓的一个案子 今年3月 因为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 地震处还特别提醒可以来办理作业 马上开绿灯了 我们质疑的是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你现在要出来讲清楚 为什么 今年你要给一个合理的理由 为什么 然后你们这些关系 到底有没有 是直接造成这个结果 这中间有没有猫腻 有没有利益输送 这个是我们要来质疑的 的确 我们说高豪安棒球场挖了半天 挖没出东西 现在高豪安本身似乎成为一个大秘宝 跟界上的关系 看起来挖下去 既深且广 亲皇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当代建筑家公司看起来承包了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什么水源重划 牵涉百亿的利益 我记得今年3月好像有传出一个新闻 说什么在盖房的时候 把人家的名字来前面 把人家围起来说要封两年 这个也是这家公司吗 他们的态度是有这么的嚣张吗 他牵扯到百亿的利益 这个非常的正常 因为他的重划面积 大概高达九公顷 九公顷大概有多大呢 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是25公顷 所以他相当于大安森林公园 三分之一的大小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重划的面积有多大 那但是要讲清楚是什么呢 讲清楚的是 第一个先讲清楚 到底新竹市之前 我们讲说这个一般的自办 让建商自己可以自办重划 跟由市政府来办 事办重划有什么差别 因为新竹市之前出过状况 就是这些自办重划出过状况 什么状况呢 来 第一个是你可以看到 当初关心里 我想建民就很清楚 关心里当时就出过一个状况 是自办重划完了之后呢 因为都是自己 那个私人的土地嘛 结果重划区重划完了之后呢 哇 关心里的污水下水道没有做 那没有做呢 你要抽水肥这些东西呢 就变成要怎样 就是你要透过那种 一般的那个抽水肥方式 在化分池抽出来嘛 所以就变成说 你本来重划区可以做的东西 但是因为你没有做 所以呢就这个东西 必须要市政府 自办重划它有可能会有的问题 所以你看有一个网友 今天看完这个整个记者会 做了整理 那这个网友怎么整理呢 他说分几个部分 第一个 以前在许名才时代呢 建商自办重划的状况就是呢 盖满了高楼大厦豪宅 却没有规划公共管线 也没有留一分一毫的文教区土地 导致后续学区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就是之前自办重划遇到的问题 所以林志坚 当时2014年底当选的时候呢 他为了避免说 这个继续发生这个状况 所以把另外一个水源区的重划案 就是刚刚这个建民所说的这个案子 改成是由市政府主办 然后同时避免之前犯的错误 结果高楼大厦在去年12月上来之后呢 等于光束的在3月的时候 有公文出示嘛 3月的时候他就重新 就重启了这个水源区的重划案 又变成是由建商自己来主办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问你啊 这样的变化 123的三部曲里面 当然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嘛 结果呢现在猫腻呢 不是由我们去找出来的 而是相关的猫腻是 你光是看到万圣节的标案的 德标厂商的里奥整合行销 原来他就是跟我们刚刚所谈的 水源重划区 在主导的这个建商 他是同一个地方嘛 同一个地址 然后呢 这个里奥整合行销 就是这个建商 他负责做行销的单位嘛 所以你看这关系有多深 然后这一个帮他做 整合行销的里奥公司呢 在选举的时候 在高环的政治现金上面 也有互相的往来申报的记录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得到的资料 所以你看 我们刚刚前面还来问说 到底他们之间有没有猫腻 结果猫腻呢 从里奥整合行销里面 就看到猫腻在哪里 那再来 为什么说他这个土地牵涉的利益很大 是因为他的案子里面 牵扯到九公顷这么大的坪数 然后来 这是最妙 这是最妙的哦 刚刚我们所谈的是 里奥整合行销跟当代建筑 你看 从高环扯出来建商真是有够多啊 对 你看从之前我们讲仓义建设 然后到现在讲到这个当代建筑 建商一家比一家多 结果 好 前两天不是有所谓的这个米粉争议吗 米粉争议让大家看到说 新竹的特产怎么会变成不动产了 不动产可以是新竹的特产吗 讲到新竹的特产 不应该是贡丸跟米粉吗 好 结果仲乡你知道这个活动 引发了争议嘛 为什么引发争议 各位 米粉节在新竹办了几年 米粉节在新竹从2000年开始办了22年哦 结果没想要在高环上任之后呢 米粉节不办了 然后改成竹签特产节 那个当地的米粉工会说 以前米粉节就是办在我们米粉寮啊 米粉寮就是新竹历史上 晒米粉做米粉的地方嘛 结果你高环不要现在跑到228公园 去做所谓竹签特产节 结果这个争议 我们刚刚讲 你把人家米粉节糟蹋掉 就这件事情呢 坦白说大家很多人看了切心 结果里面呢 这个市议员刘冲显在检讨说这件事情呢 米粉节里面没有米粉工会 但是看到房仲的工会 结果竟然遇到一个张姓的男子呢 跳进来刘冲显的脸书下面呛响 呛响说你小心你到时候 就是第一个要罢免的对象 结果这位张姓的男子叫做张嘉伦 被大家发现说 他有两个身份很重要 这个张嘉伦呢 第一他也是一家叫建商 叫做美嘉伦建设的老板 第二他是新竹现在公测会的委员 也就是新竹的公测会 是由新竹市政府呢 编预算去做知音的单位哦 所以他可以视为是一个准官方的单位哦 所以他的委员其实是具有官方色彩的哦 结果他的委员张嘉伦 在脸书下面留言说什么呢 在脸书下面留言说要罢免市议员 你要罢免市议员 你也辞掉你的官职 再来罢免市议员吧 你不要忘了 你现在的角色 你的公测会成员的身份 议员监督你是天经地义 结果你反而呛声他说要罢免议员 请问这个说得过去吗 这个很嚣张 口气有这么大吗 然后大家再去看张嘉伦做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除了他呛瞎之外 让大家觉得不能接受之外 另外一个是原来我们才发现说 高宏安的用人哲学 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啊 你看之前在新竹呢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呢 当年在新竹怎么样呢 你看这边是有家药局 结果呢 这一家他药局前方有块土地 这个土地持有的这个地主呢 在他前面哦 因为他等于开价要这个药局要买 他在他前面呢 盖了八根的电线杆 同时架个铁围砾 把它围起来 意思就是呢 如果你要拆除这个铁围砾 如果你要拆除电线杆 你就要跟我买土地 当时这个状况呢 那时候在新竹市引发了反弹 就是几乎把人家的家都封起来就对了 然后大家觉得你这太嚣张了 大马路上哦 你看这个药局旁边也有那个店家 他们在前面盖了八根电线杆 然后一排的铁围砾在前面 他的意思就是呢 你如果要拆掉这个 你就是要跟我买前面这块土地 他等于是要逼买土地的概念 所以当时还传出来说 从一瓶本来开40万到50万呢 变成一瓶开到110万 要人家买这一块土地哦 他当初买的就是基林地 但是这个跟新竹市政府 当初开马路的过程有关系 所以呢 那个土地本来18米变成是15米 他这一块土地呢 就变成政府没有要征收 政府没有要征收 他就要你这个药局的这个房屋持有人呢 你来买我的这块土地啊 基林地嘛 所以他就把这里的铁围砾跟电线杆封起来 结果这一件事情妙在哪里呢 妙在当时在地方社团 这个地方的新竹社团粉丝业引起的抗议 那结果你知道下方有人就po出了这一张图哦 那我们去看一下 这张图里面写什么呢 这块地是建商所有的 那登记在张圈圈的名下 那这个张圈圈是谁呢 就是美嘉伦建设的负责人张嘉伦 所以你看这张图里面 民众把这张图贴在 直接贴在粉砖下面哦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这一块地 这个也是他持有的 好那就出来一件事情了 请问这个算不算是 强逼人家买你土地啊 你等于是盖电线杆 盖围犁 要逼人家买你的土地 然后结果 这样的记录 高宏安找来当自己的公厕会的委员 请问高宏安 你的用人之名在哪里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高宏安你跟建商关系 怎么会这么好 就是连这种情况之下 你也找来当自己公厕会的成员 难道因为他跟你唱首歌 他的歌声打动你高宏安 所以你觉得这个人 就可以当你的公厕会的委员吗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整件事情呢 让民众看来会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你看 在这里面 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这张图 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事件里面 这个张嘉伦 现在还是美嘉伦建设负责人 还是公厕会的委员 他是刚刚高宏安的合照 然后所以人家在开玩笑讲嘛 就说原来去这个 去新竹的竹签特产节里面呢 去的最重要的店 原来是这家安安三号店 为什么 因为安安三号店 除了让大家想要高宏安之外 是因为安安三号店 也是这位张嘉伦他所开设的 是好我们看到 这个高宏安跟建商的关系 可以说紧密到明目张胆 毫不避讳的一个程度 我们看到除了这个价值 这个高达百亿的可能 这种土地的重划案 那再来就是刚刚所提到了 这个所谓的特产节 到底是特产节 还是房产节 明明是要推销这个 贡完米粉 结果呢 米粉工会没有参加 反而是不动产仲介工会 挂头牌挂头衔 然后摆摊摆在第一位 正好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米粉工会不参加 反而是仲介工会要领衔 对 这也跟张嘉伦有关系 因为这一次呢 就是说以这个 公测会在办的时候呢 他跟米粉的这个工会 他们在讨论 米粉工会想法很单纯 希望回到米粉聊 就是过去每次都在米粉聊办嘛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米粉共玩节嘛 米粉聊 就是当时他们去晒米粉 做米粉的地方 在这边办 才会有所谓的米粉的味道嘛 可是公测会不知道为什么 就说不要 我就要在幸福广场 228广场 这个公园就这样办 结果两边谈不拢嘛 谈不拢的话 贡玩米粉节就没有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贡玩米粉节没有 坦白讲 我们也不去介入他们里面谈的过程 可是把米粉换成建商会不会太夸张 米粉节的天智第一号单位 就是建商的单位 对不对 然后网友哭手嘛 太离谱了 没毛病 因为房子跟米粉都要炒的 没毛病 是不是 你没有炒米粉 我们可以炒建商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因为这个米粉工会的退出 是因为新竹市的公测会 在里面有杯葛 对不对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张嘉伦这样被网友发现 在各个公测会的粉砖 还有去议员爆料的粉砖下面 留言很呛 呛说什么 我觉得这个米粉理事长 跟旁边盲目附后的这一群人 脑袋有动 你各位 张嘉伦呛你脑袋有动 讲了非常多 脑洞因脑洞人脑洞三脑洞师 坦白讲都是歪理 我只是要讲一次 张嘉伦这个人 为什么在地方可以嚣张到 机灵地插电线赶 不准人家出来 为什么可以到处呛瞎 连议员都敢呛 张嘉伦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我今天来帮他揭秘 他背后跟高洪安的关系 有多铁 我今天来帮他揭秘 这是张嘉伦的粉砖 为了保护当事的 我眼睛还是帮他麻起来了 张嘉伦这个人的撒脾 从他的致戒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的致戒是怎么介绍他自己呢 狗不能喂得太饱 有些人不能对他太好 冷一时得寸庆子 对一步变本加厉 下去用台语讲才有味道 情没搞 情来倒 没钱社会 拍照跳 美前社会难走跳 四人四狗 四敌四友 四鬼别装人 四人别装 哇 满满的八加九的气息 杀气腾腾 杀气腾 那他是美嘉伦建设法庭代理的人 对不对 可是一个人只会绕狠话是没有用的 你背后要有靠山 要有后台 对 他的靠山 他的后台是谁 高红安 比如说 高红安一上任 亲自 颁发 公测会 测进委员的奖账给张嘉伦 马上加持 硬得很 好不好 而且呢 这个张嘉伦 也算是会拍马屁 他写了这个 一整排诗 高山险阻 未能掩盖光芒 红彩横空 杜玉 买天秀 都是屁话 关键长头诗 高红安市长 真是赞 好厉害 马屁拍到心坎里了 那除此之外呢 因为你拍马屁 要礼尚往来 对不对 过年 今年很开心 收到市府专人 送来的年节礼品 安安市长 真的很用心 高红安的过年 对不对 过年要送端午节 当然不能漏啊 今天收到端午节小礼物 感谢市长的用心 然后呢 选举的过程中呢 跟高红安合唱 爱情的现实批 感情好的钥匙 现实批 对不对 你什么公文 我高红安帮你现实批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他背景是很硬 高红安是挺他挺的乱七八糟的 而且挺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呢 他有开这个饮料店 哦 他饮料店叫什么饮料店 你知道吗 叫做安安三号店 高红安的安啦 哇 安安三号店 投到这种程度 高红安还去喝饮料 还去这个签名 20239月1号 哇 关系匪浅 后台这么硬 我欺负你一下 怎么了吗 后台这么硬 我呛你两句 你敢喊扣吗 那大家一定会问啊 像这样这个后台硬的建商 他的嗜好是什么 嗜好是这个 抽大麻 抽大麻 他去清迈玩 清迈有很多合法大麻 不游山玩水 不敬庙拜拜 不看民政古蹟 每天懒散的慢活 喝酒胡大麻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哇 你厉害啦 所以你看 高红安 我先讲 你在新竹 到底有没有跟建商保持距离 公测会的委员找建商来 然后公测会 把米粉工会排挤掉之后 让建商进到天之号第一摊摆摊 然后你公测会的委员 到处去留言呛瞎 而且呢 还呛议员说 我要罢免你 公测会要受议员监督 对不对 但是呛议员要罢免 呛议员 他如果是普通网友 我是不会拿出来讨论 我为什么会拿出来讨论 一 他是有建商背景的 二 高红安当他后台 限时批 三 他是公测会的委员 哇 他的一言一息要可受公平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 不是公审一个普通人哦 也不是公审安粉哦 你要当普通人 你要当高红安粉 是我随便你哦 可当你身为公测会的委员 你背后有高红安 这样大靠山的时候 你的一言一息 我们叫检验嘛 一方面检验 高红安跟建商的距离 二方面检验 当建商有高红安 当靠山的时候 他有多嚣张 好 高红安跟建商的关系 紧密到这种程度 甚至相关人等 那种态度行径嚣张 来 郭东哥 现在看起来 新竹市的各个领域 大大小小失误 看起来都是建商要吃 看起来要吃干妈尽 要插其拦止 这个只有观感问题吗 还是其实已经有 法律问题了 高红安跟新竹市建商的关系 现在看到只是冰山一角 到底真正里面有多复杂 我们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新竹地检署 他们采取的是不告不理 你弊案没有发生 没有人来提告话 我就不会主动去侦查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奇怪 怎么会让人家听起来目瞪口呆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可是有一件事情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什么事情呢 一个城市里面要开发一块土地 不管你要盖商场 还是要盖大楼 都必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 当然是建商嘛 第二个方面是什么 是市政府嘛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 明代 没有明代的话 你这块土地要开发 是很困难的 不要讲新竹 台北任何一块土地要开发 都一定要有这三方面 结合在一起 但是背后呢 背后一定要有黑白两道 新竹是最 新竹最大的黑帮 叫红白山 今天他们刚刚在讲 他们那个建商不动产工会 那个理事长 现在是什么投资 知识会的委员 那种口气 等于就是新竹红白山 黑帮老大的口气了 对 不听话 不听话 你走着瞧 红白山在新竹 已经多少年 几十年了 他真是在各地区的角头里面 这算是个鼎鼎有名的 所以你说 怎么会有建商这么嚣张 如果背后没有这些帮派 给他当靠山 他怎么敢嚣张 那我们来看 高峰安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新竹是这些复杂的关系 你敢这样公开 不避嫌的跟他们结合在一起 那显然里面有问题嘛 我第一个怀疑的是 当时你在参选的时候 这些建商是不是 有大笔的这种 背后的资源供应 不是只有先把 扒后面而已 一定还有的 不然不会说 你当前以后 这些建商 各个都敢跳在台前 通常一般建商是 退在幕后的 你们去外面弄 我在幕后 在指挥经营这个东西 你怎么会跳出来呢 跳出来又表示说 没在怕啦 新竹树我们可以控制 连那种很单纯文化活动 万圣节什么 妈祖 通通都是建商 都要全包 新竹树不是新竹线 新竹树不大 几乎已经全部都被他们控制住了 那当然新竹线 也有建商想介入 因为新竹树不断在开花 我曾经提过 火车站就要改建 那块土地就要开花 那个都是上百亿的 不是我们所想的一个 盖一个商场这样就好 不是的 土地开花作用相当大 每一任的县市长 每个地区县市县市长 最重要脑筋想的 就是这个东西 土地开花是必须的 因为一个城市进步 你不土地开花 你这个城市怎么会进步 但是你要怎么样做到公开透明 而且让各界都没有怀疑 让大家来参议 这才叫做一个公正的一个市长 但是我们看 共和安最近发生这些事情 就让人觉得很奇怪 最奇怪的是什么 你的副市长跟你的局处长 为了避嫌 我真的听起来真的摇头 不敢相信 我宁可不相信这是真实的 如果你的副市长蔡立青 在公文上批着 奉命批可的话 那完蛋 这个事情大条啊 你不要这样批嘛 懂公文的就讲 批个知道了 批个月 以前拉法月的时候 李登会就批一个月 我不准 也没有讲我要准不准 要表示只是看过而已 看过就是公文了 你批个奉命批可 因为你的公文 除了说你到你这一关 城市到你这 你还要上去给市长 别是市长说你这什么意思 你奉命批可 奉命批的命 他上面只有高宏安 所以他已经不会笨到这样 但如果高检查检查 只会笨到这样 那外面说奉命批可 那高宏安还要这种副市长吧 高宏安指示你 你副市长批 裁节承词 如果到你的话 你不敢做主了 你也可以请秘书室 告诉市长说 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做 你上面大大大大辣辣的 批个奉命批可 那你不是太侮辱高宏安市长了吗 高宏安市长也没有说笨到 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我认为林葛相信这不是真的 但是这样的传出来 就是说蔡立青跟钱开明 他们都很小心很警示 知道说很多跟建商有关的案子 现在市政府里面 已经搞得鸡灰狗跳 所以他们一定要避这个嫌 那我就觉得 副市长跟局处长都懂得避嫌 你高宏安就大大大不避嫌疑 到今天为止 所挑出来毛病 你那些行政的问题 那真的还在其次 我一直觉得行政问题还在其次 行政的伦理 那是一个市长给人家 社会观感好不好 下次你要连任 要不要投给你 但是你现在所涉及到 很多是刑事犯罪的问题 主检如果认真要查的话 砸你们跟建商之间的关系 甚至一直追查到 你在选举的时候 建商在背后是怎么操作 那个问题可大 所以我说高宏安的事件 不是到此就结束了 他的问题还真的很多 冰山的下面 要打开来给大家看 给新竹市民看 可能真的你会吓一大跳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问题 很多为什么敢公开出来讲话 现在已经压不住了 开始的时候被压 现在大家不怕了 陈喀明他们都不怕了 可以公开跟你谈 他已经离职了 检察官你要约谈 我也敢公开去面对 真空素已经跟我谈过了 我都公开讲 当个诚实的人 因为毕竟他们年资还很浅 上任还不多久 你说他会捡入很大的什么弊案 不大可能 那是要老的 几任的 两任的 搞金花的 搞督鑑的 那才有可能 刚上任的人 怎么可能马上捡入这里面 所以我说 竹检 如果连政署真的要好好查新竹市的问题 那你们真的要配合一下 指挥一下 很多东西 如果你们启动 搜索 新竹市政府搜索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文件跟资料 马上曝光 那时候才真是新竹大秘宝 大爆炸 绿营党团今天已经去 这个新竹地检署去告发了 所以现在就要看 后续检方如何的启动调查 那告完争议这么多 冲击柯文哲的选情 那柯妈有受访说 柯文哲不当副手 第三天在台东跑行程 柯文哲上午来到天后宫 听到记者追问 妈妈不希望他当副手 他只笑了一下 柯妈在一旁表情也有点沉重 柯妈甚至讲到擦了擦眼角 强调柯文哲要当正的才有办法好好做事 好第一次看到一个党主席的妈妈 一个总统候选人妈妈 是不断的接受媒体人的访问 那也讲了很多 说柯文哲不当副手 但是我们注意一下 现在高宏安的状况 是不是冲击柯文哲来名誉 这个高宏安上周五 鞠躬道歉 然后呢 责臣市府所有的首长 不得在的 没有报备的情况下 跟李先生接触 就变成炮宏你逻辑错乱 不是应该要约束李中庭吗 怎么会是约束局处首长呢 上礼拜这个李先生报备令 受害者其实不是只有 这个新竹市政府的官员 受害者最大的是谁 李正浩 李先生怎么了吗 对啊 姓李的怎么了吗 李先生报备令 你知道上礼拜说的 真的全部都在讲说 是李正浩 李正浩就是最大受害者 那我必须讲李中庭就李中庭 你讲什么李先生呢 全台湾你去查 有120万个姓李的 姓李的怎么了吗 所以我觉得高宏安 你就不要那么隐晦 李中庭就李中庭 好不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给他奉劝他 后来那当然了 这件事情就引发很大的争议 因为大家其实最大的笑话 是说你不去约束李中庭 你去约束你的官员 不得跟这个李先生有所接触 这就是粉末导致嘛